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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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象征 櫻花大概都是在这个时候四月开 那他们四月呢 要准备开始新的学期 有人要开始新的工作 所以说到櫻花对他们来说 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那我自己的印象呢 我觉得櫻花是有一点感伤 不知道是为什么 从以前吧 听到一些有关櫻花的歌 就觉得好像很快就凋零 然后一下就结束 还蛮感伤的 不过这是我自己的印象 对他们来说 櫻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那你是怎么看櫻花 今天呢 是小毛的保育园 有点类似 毕业典礼的活动 叫做 过得很快 一年前 才刚准备进保育园 然后每天就是 哭着进去 到现在已经要结束了 准备四月要去新的幼稚园 在参加这种 离别感伤的会呢 哭多少少会有点就是难过吧 感动想要哭这样子 那因为这种感伤的情绪呢 让我想起来以前看到的一个贴文吧 他是说你跟小孩真的能相处的时间呢 就是两年半 你只有两年半的时间可以跟小孩相处 他的计算方法是说 早上七点起床那八点你就要送去保育员或者是幼稚园 那你只有早上就是一个小时 然后晚上六点回到家九点睡觉 所以再加上每天晚上的三个小时 从一岁呢送到保育员一直到国中毕业十五岁 一天四小时 所以这样加起来你只有两年半的时间 可以真正的跟你的小孩子相处 那如果你好好的每天跟你小你的小孩讲话七分钟的话 你可以好好的跟你小孩讲话的时间只有二十六个小时 那如果你每天都抱你的小孩九秒钟的话 你剩下可以抱你小孩的时间是十三个小时 那如果你每天都很开心的看到你的小孩的笑容有五秒钟的话 你还可以看到你小孩笑容的时间是七个小时 虽然说他这种想法是非常非常极端 只有到国中毕业 但是多少少可以让我多多想想 那如果你跟你的小孩真的讲话只剩下二十六个小时 你的每一字每一句是不是都会经过挑选 你会好好地跟他讲话不会想说只当作耳边风听过随便回答这样子的 那你可以好好地抱着你的小孩的时间只有七个小时 你会不会每次抱着都不通竞拳 抱着他 就算手很酸或者他非常抗拒 也会想等一下 毕竟只有十三个小时 那你剩下可以看到你小孩的笑容的时间只有七个小时的话 你会不会想到随时都把那个笑容印在你的心中 好好的用相机把它记录下来呢 而且这段时间是没有在吵架的 如果你们吵架或者是有其他的话是不是 时间又更少了呢 每次看到这段文字呢 就会让我觉得很感伤 或者是要好好地珍惜自己的时间 因为现在小孩子 因为他小 他非常需要你 等他长大一点呢 他有自己的朋友圈 或者是 他想要过自己的生活的时候 你跟他相处的时间可能会又更少更少了 所以趁这个时候呢 他还非常喜欢你 非常需要你 非常的爱你的时候 好好把握可以相处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贴纹呢 我把它存在自己手机里 有事没事我就要看一下 提醒自己 自己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呢 其实不多 而且每次看到这个贴纹的时候呢 都会觉得心酸酸的 觉得心酸酸的 然后眼中有点犯的 除了是自己跟他们相处的时间不多之外 也想到 自己跟爸爸妈妈 我自己的爸爸妈妈的相处时间 也非常非常的少 尤其像我现在住在国外 然后也因为这个肺炎的关系 一年多没有回台湾了 下次看到他们的时候 是不是又老了一些 每次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就觉得 我下次回家 一定要好好地抱一下自己的爸爸或妈妈 但是 到了他们面前 始终又跨不出这一步 就让他这样过去了 每次都很后悔 所以呢 下次就要好好地 表达自己 对爸爸妈妈的感觉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呢 好好地珍惜自己 跟小孩子 跟自己父母相处的时间 让我们自己的回忆呢 可以多一点 因为时间不等人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每天就这样混合二二 时间就过了 就跟后面的樱花一样 终于开了好漂亮的樱花 但是不到一个礼拜呢 他可能就全部卸掉了 所以时间真的很宝贵 因为我现在这样子拍影片 然后有大家帮我观看 让我有点收入 我可以好好地陪两个小孩 我真的觉得非常有感谢 真的很感激有这种生活 最后就是希望大家呢 也都可以把握自己的时间 不管是跟谁相处 跟朋友 跟爸妈 跟小孩相处 都可以把握 不多的时间了 谢谢你把影片看好最后 非常感谢你 拜拜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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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